川普重回賓州造勢 演講時卻將矛頭指向 剛奪下奧運拳擊金牌的 台灣女兒林玉婷 和阿爾及利亞好手克利福 川普雖然沒有指名道姓 但明顯就是針對林玉婷和克利福 其實川普過去就很常批評跨性別者 尤其艾酸跨性別運動員被外界詬病 如今又失言立刻掀起爭議 不過這番話卻似乎沒影響到林玉婷的心情 太過於去解讀 畢竟我們身處在這麼 這樣的社會友善的社會當中 我們要允許不同的聲音 對 我們擁有不同的樣子 那我們要允許不同的聲音 去包含 林玉婷十八號也凱旋返鄉 參加鷹哥大遊行 沿途吸引滿滿粉絲 來一睹權後風采 更有人高舉海報表達支持 面對先前鷹 哈利波特作者JK羅琳的評論 而陷入性別爭議 林玉婷也以德抱怨 也謝謝那個 J 對 對 那個 就是那位朋友 那位朋友 然後讓我們大家都可以認識我們 不知道是忘了JK羅琳的名字 還是根本不想提起 總之謝謝他 林玉婷不記仇 用實力說話 心胸寬大的他 魅力持續延燒 TV的新聞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斷錄 斷錄 是 我 斷錄 是